大家好,我是宝宝 谢谢大家,谢谢 又要PK了 不是很想PK,尤其跟邱瑞 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全公司最像三星堆的两个人 确实每年比的都挺不容易的 而且今年格外的难嘛 前两天我在刷那个朋友圈 我看到我有一个做综艺节目的朋友 他在筹备一个新节目 名字叫《种地吧,少年》 他是要一群手无腹肌之力的男生 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用六个月的时间种出一万斤粮食 我当时就明白了 主要就是面向这两年在家待业的这帮爱豆 真正的男团在就业 我问了一下 听说已经有三百多个爱豆报名了 没想到是吧 爱豆爱豆爱豆最后是土豆 我就希望这个节目就好好做 也别搞那些什么综艺套路 别跟我们似的什么PK淘汰 不要有人种着种着 发现自己快要赢了 第二天起单 发现对手把自己的锄头藏起来了 就好好劳动就行 我觉得这样啊 节目录完 以后谁都不要再批评 爱豆基本功差了 你想人家那个技能 唱 跳 施肥 打药 联合收割机的维修 母猪的产后护理 我觉得干脆就更极端一点 节目里收成最好的四个人 咱们直接原地成团 新一代的F4 是吧 Farmer 4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我感觉这两年 节目像一个连续剧一样 你看 姐姐在那乘风破浪 是吧 哥哥在那披荆斩棘 还有一群少年在种地 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啊 他说因为我们想过向往的生活呀 节目还没录 人家甚至还没录 不过说了说 你们是不是还挺想看的 我也挺想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种抓人眼球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 有个特别火的新闻节目 说的是啊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 但是你一听 有人花了好几万 闻了一个这样的眉毛 这我必须得仔细看一看 短视频上还经常有那种 洗地毯的视频 我都反思 我为什么爱看这种东西 自己不爱做家务 看别人做家务 特别来劲 但是说一个地毯都脏成那样了 咱干脆就买一块新的 对吧 脏成这样都不扔 只能说明很珍贵 但是这么珍贵的地毯 又是怎么脏成这样的呢 我唯一见过的又珍贵 又全是泥的东西 只有出土文物 但是刷文物 都是拿个小刷子在那一大 没有人说拿个高压水枪 是吧 再织一个手机 家人们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冰蛙泳的底色到底是什么 哪怕是体育比赛 你比如跳水 这种观赏性很强的项目 点击量特别高的 也很有可能是那些失败机器 那是真正的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就是谁都知道 是吧 这个大哥跳下去一定有水环 但是谁都想不到 能有这么大水环 那个水环大到什么程度是吧 就好像你在互联网上说了一句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今年的领校园 还挺懂脱口秀的嘛 经常是看那个大哥跳水 出发的第一步就有问题 但是你看看一点办法都没有 整个过程 哎哎哎哎哎哎妈妈我爱你 看完了之后 让我这种普通人 也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冲动 你就感觉只要不怕疼 我上我也行 说了这么多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把注意力 放在真正应该关心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